408特殊套筒造型 好,那这一题呢 我们先画出这个套筒的外观 那这里呢,我们用 旋转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这里呢,点选旋转 选择 right面 好,然后因为要做旋转 所以这边我们先要 产生一条 中心线 好,然后点选直线 画出我们要的外观 好,然后这边 我们要画一个圆弧 好,然后呢 这边删掉 好,那这里呢 我们用法相 开始标注我们要的 尺寸 好,来这边的直径 这个点的 到这边的直径 还有这一个到这里的直径 还有这里到这边的直径 还有这里到这边的直径 好,还有这一条线的长度 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还有这里的距离 还有这边的半径 好,完毕之后呢 呃,我们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 好,这边还有一个角度 角度没有标 好,来完了之后选起来 按右肩 修改 再生拿掉 好,来这边的距离是28.5 这边是45 48.5 49.5 还有 七十六 好,然后这边的高度是49 这边是33 这边是10 半径是1.3 角度是2度 好,确定 好,确定 好,那这样子外观就完成 好,外观 好,外观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边先做倒角 好,那倒角是 两边一样好,都是2.5 选这一个 好,确定 好 那这边完毕之后呢 我们先做这一个 好,这个是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我们这边呢 点选隐身 Float面 好,我们这边做一条中心线 好,先画一个矩形 要做对称 好,然后画一个圆 好,然后再把不要的线 删除 好,然后呢 我们来标示 啊,来这一个的宽度 还有 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还有 这个点到这边的距离 好,完毕之后呢 选起来右键 修改 再生拿掉 好,来第一个 这边的宽度是9.5 好,然后这边是18.5 这边是9.5 好,确定 好,确定 好,然后这边反向 做除量 好,这边的距离呢 是要看这里 好,他这边告诉我们是19 所以这边输入19 好,确定 好,那这边就OK了 好,OK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一块 好,这一块 好,这一块他告诉我们这边夹角是30 好,OK 所以这边呢 一样做隐身 好,选择这个面 好,然后这边 做一条中心线 好,然后这边的角度 30 好,然后参照 这个边 好,关闭 然后用直线 然后跟这条线平行 垂直 然后选取之后 做镜像 好 好 好,那这边呢 我们点选法项 这里到这一条线的距离 还有 这一条线的距离 来,选取之后 右键 修改 再生拿掉 来,这边 这个的距离是17.5 这边的距离是6.4 好,确定 好,确定 好,然后呢 这边 我们做反向 除料 选择贯穿 好,有没有 OK 确定 好,所以这边呢 就会贯穿 好 完毕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来做 这一个 啊,这个的部分 好,那这里呢 我们选择 草绘 啊,选择引申 一样 这一个面 好,然后做参照 好 参照呢 我们参照是 这一个边 啊 最外面这一个 啊,因为 这一个要往下切 所以要参照最外面这一个 啊,这个要往下切 OK,然后这一个也是 关闭 然后,画一条线 这里到 这边 好,确定 好,然后反向 我们的距离 这边的深度 啊,36.5 厚度 厚度 厚度这里呢 好,这边告诉我们是1.6 好,可是这边呢 记得好,中间 所以这边再按一次 然后选择除料 好,确定 好,那这样子 这个就做出来了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孔 好,孔 这边 30 然后这边 的 直径62 圆 小丸直径是9.5 所以这里呢 选择孔 好 然后呢 我们选 点选在这个面上 好 然后 这边选择直径 所以 位移的参考 第一个是这个轴 好 第二个按住 Ctrl键 选择这个 from me 好 这个 轴呢 我们要 呃 62 啊 这边要输入62 好 然后呢 这边 输入是 30 30度 这边要选择直径 直径 直径 62 好 然后这边角度是30 好 好 然后孔的大小 孔的大小这边告诉我们是9.5 所以这边是9.5 好 然后这边 选择贯穿 好 好 这样子 完成之后 确定 好 那要4个 所以选孔1 正列 走 这一只走 4个 360 确定 好 ok 那这里完成之后呢 啊 完成之后我们看坐标系 歪轴朝上 好 所以坐标系 选这一个 歪轴朝上 确定 好 那我们来看题目 第一题呢 歪轴近视值为何 好 歪轴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体积 是这一个 好 接下来呢 第三题要改变尺寸 哈 来第一个旋转这个地方 右键 编辑定义 啊 放置 好来 那这里呢 我们要更改的地方 第一个角度 啊 角度 A1 改成3 好 然后呢 这边的低 原本是48.5改成47 好 然后啊 1.3 改成1.5 好 这边完成啊 确定 然后第二个 倒角 倒角 没有变 啊 来第三个 隐身 编辑定义哈 好 隐身这个部分呢 呃 W2 改成10 改成10 这边改成10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这边 隐身的距离 啊 H2 原本19 H2改成20 确实 确定 啊 然后 这个部分 啊 右键 编辑定义 啊 他的 H1 啊 这边放置 啊 H1呢 原本17.5 改成18 改成18 原本的W1 6.4 改成6.5 确定 好 确定 啊 这边的隐身 啊 这边的隐身呢 呃 W3 1.6 改成 2 好 然后接下来孔 好 孔的大小 呃 A2 90 改成75 五个孔 75 好 所以这边呢 这边要改五个孔 所以孔的大小没有变 好 所以这边不用改哈 但正列要变哈 编辑定义五个 啊 三百六 确定 好 ok 好那变工完毕之后呢 他要我们看的是 Y 轴的近视值 Y 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体 呃表面积 是这一个 好 好 然后呢 体积是这一个 好 以上这边是408T 可能会是不错 绝对 1 1 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